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在日常生活中 身体活动不足是非常普遍的 正所谓动则有益 越是不动,身体就越不健康 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锻炼方法 很简单,但坚持做 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这个锻炼方法叫做312经络锻锻炼法 3就是三个穴位 它们是河谷、内光、竹山里 河谷穴在首背 在第一地爱蒋谷间 当地爱蒋谷摇册的终点处 就在这里 内光穴在望横纹下三横指 在两经之间就在这里 竹山里在外西眼下四横指 筋骨后缘 就在这里 找到三个穴位 每个穴位点油五分钟 每日两次 尝尝点油这三个穴位 具有促进循环 调理脾胃 补中液气 通筋活络 疏风化湿等功能 现在到一 一就是腹式呼吸法 具体的做法 可以平躺着或者蹲坐 用鼻子慢慢吸气 想象所吸之气到达小腹 腹部肌肉放松 腹部突出来 消停片刻 再从嘴里把气慢慢呼出去 呼气时 腹肌尽量收缩 腹部凹进去 就这样呼吸自然 反复做 每天早晚做两次 每次五分钟 我们的腹部有九条经络 通过腹式呼吸 可以激活这些经络气血 活跃战斧功能 最后一个就是二 这个二就是锻炼我们两条腿 就是做蹲起运动 我现在向大家示范 首先要全身放松 双脚分开与肩同框 自然站立 双臂伸直 平举到松前 开始煞蹲到最低体位 然后双腿用力 直立站起 这个动作可以激发 经脉的经气运行 通过经络的传导 让全身气血畅通 起到平衡 脏腹功能的作用 每天做一次 每次五分钟 但是这个动作 膝盖不好的人 就不要做了 好 以上就是312 经络对练法 非常简单 医学 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 有规律的疏通经络 经络通了 身体就更健康了 好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钟老师 生活中 很多大人小学生 甚至有些小孩的眼睛压力都非常大 平时我们除了要正确用眼之外 还有一些对眼睛非常好的穴位 刚开草玉木 在我们的拇指上 有三个对眼睛非常好的穴位 分别是明眼穴 大空骨穴 凤眼穴 明眼凤眼这两个穴位 一听就知道 与眼睛有关的穴位 能够改善眼睛疲劳 缓解眼睛干涉 流泪等问题 大空骨 则可以改善一切 有关眼睛的不适 平时我们看手机 电视 电脑多 眼睛容易疲劳 每天要刺激这三个穴位 对眼睛非常好 刺激的方法是 我们用拇指 指甲 稍稍用力的刮这三个穴位 连续做三分钟以下 要感觉到 有疼痛疼度为好 左右都是这样做 好 就是那么简单 就可以缓解我们的眼睛压力 对保护眼睛非常有好处 好 本身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卓老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口腔溃疡是很常见的 虽然它是个小问题 但是老师反反复复 就会让人很苦恼 口腔溃疡它的原因 不是特别明确 有很多种因素 比如精神紧张 焦虑 或者是工作压力大 还有虚火大 饮食不大 维生素缺乏 免疫力下降 等等 老师口腔溃疡的 在军医组的同时 平时可以多点油 两个穴位 可以帮助调养口腔溃疡 第一个是核骨穴 正所谓面口 核骨羞 口腔的问题 都可以用核骨穴调养 核骨穴这样讲 在第一 第二 讲骨间 当地爱讲骨 摇侧的终点处 找到位置 用拇指 消消用力的点油 保持适度的伸降感 左右核骨穴 每次各点油 五到十分钟 第二个是养骨穴 这个是小强筋的穴位 有清液散风 西风安神的作用 对调养口腔溃疡 有很好的帮助 养骨穴 这样讲 是 它在万倍横纹 此则端 当齿骨 净突与三角骨 之间的凹陷处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用拇指 力度适中的点二 左右羊骨穴 各点油 五到十分钟 以下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的口腔健康 有帮助 由口腔溃疡的 尊医组的同时 每日点按两到三次 好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卓老师 心经与小强筋 物为表里 很多人 小指发麻 有可能是心脏问题引起的 除了要及时 就医 经常疏通心经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常常疏通心经 对心脏健康非常好 下面向大家分享 如何简单有效的疏通心经 心经在手臂的走向 也是 手臂偏内侧 如果是心气虚 那么从手腕 往上轻拍 就拍这一段 如果你是心虚腕 那就从项臂 往下敲到手腕 就这样左右 各敲五分钟 做完 我们进入第二个动作 寻找心血 心血其实是一个敏感点 我们这样讲 我们沿着地爱讲骨 在这里仔细的点按 慢慢的点按 在这里 你会点按到一个最疼痛的点 这个点就是心血 好 就在这里 那么找到了心血 我们可以用刮沙把来点按 垂直点压心血 五秒 然后 放松 再垂直点压 五秒 然后放松 就这样 一压 一松 维持 左右的心血 各做三到五分钟 就这样 坚持把它点流到不痛 对心经的疏通 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家坚持做 一定会有所收获 好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钟老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锁手工 这是 报家 长生状体的方法 受到很多 中老年人的欢迎 我们通过锁一手 运动人体各个器官的投影区 锁一手 运动通过刺激各个投影区调节脏腹功能 有助于人体肺筋心肌心胞筋等等 经络气血的循环与通畅 疏通经络 行气活血 达到养生 长生的目的 对心肺健康 十分有益 下面带大家 开始做 首先 身体 站直 两脚 伸开 与肩同宽 脚趾 用力 捉住地上 两臂 同方上 前后摆动 上后用点 力气 上前 不用力 捉手功的特点 是 下须 下时 动作 游和 精神集中 两手摇动 如此 前后 反复捉手 躯体 随着 自然摆动 我们这样捉手 前臂和腰部 来回摆动 也带动了 双脚 运动 可以促进 全身 血液循环 促进 骨关节健康 特别对 情绪 易激动 经常 失眠的人们 有很好的 调节效果 每次 咳嗽 五百 到 一千下 大概 五分钟 左右 根据自己 情况 可以适当 延长 锁一锁的时间 好 以上就是 到家 锁一锁工的 操作方法 大家有空的时候 多做做 对身心健康 非常好 今天的视频 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